好 接着我们继续看四 税前扣除项目原则和范围 这部分的内容相对很重要 每年在我们的中间的考试中 都有好几个拼盘式的题 涉及到相关的内容 特别是有一些费用抵扣的问题 我们具体看相关的条款 一 税前扣除范围 成本费用税金 我无需多元 大家经过专业经济的熏陶很简单 我不在这给你念了 损失我也不在给你念 注意这个提示 外购货物发生的盘亏回损 报废等原因 形成的进项税和转出 应作为损失在所得税 税前扣除 把这个点稍微注意一下 其实你既然作为转出 那你对应的借方 应该是额外收支相关的科目 对吧 我们再看二 税前扣除项目及标准 工资薪金据时扣除 涉及到股份支付 看会计相关的章节 工资薪金据时扣除 须是合理的工资薪金支出 这都是09年3号文的东西 须是实际发放的工资薪金 不是既提的工资薪金 但是这块实际上已经有所突破 我们待会儿会看到相关的条款 具体看三 列入企业员工工资薪金制度 固定与工资薪金一起发放的福利性 补贴符合规定合理工资薪金条件 可以作为企业发放的工资薪金 按规定在税前扣除 比如说你们单位的工资条里边 有一些什么洗礼费 这些费用只是什么 找一个由头 给你工资里面做一项 它其实并不是员工福利费 它是人人有份的 例如员工工资薪金制度 那么固定与工资薪金一起发放的一些福利 比如说一些订报费 洗礼费 每一个人都有的 而且是什么 例如列入了我们的企业的 那种人质部门发的工资薪金制度 而且就是作为你工资项目的一项发放的 那么这块实际上 总局把它作为什么 把它作为工资薪金 不挤占你那个十四福利费 实际上是一个利好 我们看 不能同时符合上述合理工资薪金支出 条件的福利性股贴 应当作为员工福利费 那您只能作为十四 比如说有一些什么订报费 洗礼费等等等等 这些福利性的支出不是人人有份的 对吧 或者说也没有 利入我们员工的工资薪金制度 那么这种情况下作为什么 那您只能挤占您那个百分之十四福利费了 对吧 那么怎么办 按规定计算限额扣除 按照规定的比例来进行在税前扣除 我们再看四 四实际上是对刚才这个条款的一个细化 刚才这个条款在09年3号文讲的是实际发放 不是计题的 但是四实际上是总局后面又出台了相关的文件 对于这个点有了一定程度的放宽 它是这么说的 在汇算清缴结束前 比如说每年的5月31号 当然有些同学可能给我抬杠 遇到一些节假日 对吧 你可能会顺延个几天 对吧 正常来讲是应该五三一 钱向员工实际支付的 已预提汇缴年度的工资薪金 准以在汇缴年度按规定扣除 比如我们有些企业 它是在12月份 既提什么 既提我春节的期间 春节的一些奖金 对吧 我按照全则发生制 我在12月份既提了 因为你春节的奖金实际上是什么 是根据我上年工作的表现相挂钩了 既然你跟我上年的工作表现挂钩了 按照全则发生制原则 我们企业在上一年12月份 把它提出来了 对吧 作为全年的 但是我发放是春节发放 对吧 因为我单位需要进行考评了 很多单位都是在春节前进考评 然后评员工 对吧 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办 他讲的是 您在结束之前向员工实际发放的 虽然您在上一年 您在账上已经计题了 把它作为成本费用列支了 但您发放 只要是在531之前发放了 也就是在会缴 结束之前发放了 那么您就怎么样 您在上一年计题的那个年度 就不需要进行纳税调整了 您就可以直接在税前扣图了 如果您在会缴 531之前没有发放 那您只能在计题那年做纳税调整 什么时候发放了 您在发放那年再进行纳税调整 它其实第四和这个二 两个结合起来 按照我刚才讲的那个理解 有人问了 赵赵你怎么这么清楚 因为我十五操作就碰着了 我们看二 福利费 工会经费和教育经费 三费 这个我认为地球人都知道的一些事情 所以这块我不会给你讲的特别的细 但是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点 我一定要给你讲出来 比如 但是你比如说对于福利费 14啊 工会经费 比如说是2啊 中教育经费 比如按照8啊 这些比例上的事情 我想我不会给你做过多的 就是从在这儿做琢磨 主要是还有一些考点 它会怎么考 一些特殊点 特殊在哪里 这是你必须要会 或者说必须要知道的一些事情 我们具体看 福利费 且接受外部劳务派遣用工所实际发生的费用 应分两种情况 按规定在税前扣除 这个点相对比较重要 按照协议或者合同约定直接支付给劳务派遣公司的费用 这是直接支付给劳务派遣公司 因为很多企业是什么 它为了转移成本 或者转移一些风险 它是让这些员工先跟劳务派遣公司前协议 然后呢 给我这提供服务 对吧 我整个把这些相关的费用支付给劳务派遣公司 然后由劳务派遣公司再给这一些人上社保 给他们发工资 对吧 相当于我是一个什么风险转移的过程 那么应作为什么劳务费支出 可能有些同学跟我抬杠 我会计中可能把它作为应付中心筹 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 我们现在讲的是企业所得税 但企业所得税认为是劳务费用 有什么区别 你听我上面讲 直接支付给员工个人的费用 这是什么 就是把你作为你单位的一份子 对吧 直接支付给你个人了 把工资金金 应作为工资金金支出和福利费支出 为什么作为两个支出 因为正常给您发工资的 当然是作为工资薪金 正常给您做福利费的 当然是作为福利费支出 就跟公司 一个公司 它正常的一个核算是一个道理 其中属于工资薪金支出的费用 计入企业的工资薪金总额的基数 其他作为其他各项费用的扣除基数 他讲的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作为 如果是我直接发放给劳务派向公司的 您只能作为劳费 但如果您是直接支付给员工个人的 如果是做支付给员工个人费用中 计入了工资薪金支出 前提是满足 计入工资薪金支出的相应的条件 这种情况之下 您可以把它作为三费的计题那个基数 对吧 计题那个基准 换句话说 这种情况之下 对于你企业来讲 可能作为劳务费就不一定合适了 因为它会降低您这三费的计题这个基数 对吧 他讲的是这个意思 当然从会计上 很多时候这两种情况可能都记录的是应付中心筹 我们现在我再强对一半 给我回过来 现在讲的是企业所的税 哪种情况可以作为三费的基数 哪种情况不可以 这种情况不可以 只能做劳费 支付给员工个人的 其中作为工资薪金支付的部分 可以作为基数 记住这个结论 那么我们再看扣除标准 实际上扣除标准 这个比例我觉得没什么可说的 在我们的中级计算 可能也不会像中级计算 让你具体计算 具体你需要知道点是什么 福利费 工会经费和教育经费 在这儿不一样 教育经费 超标那部分 可以准以向以后年度 无限期进行截转 但福利费和工会经费 您超标那部分 您只能做纳税调增 以后不存在一个截转的问题 这个点我是需要你知道 虽然听起来有点枯燥 有点无聊 但它确实实不实还考那些点 这些点是白给你分的 我们具体看一道2019年专业学院的考题 对相关的支持点在进行进一步的树立 2019年2月假进行2018年汇算清缴时 聘请了某事务所进行审核 发现如下事项 一成本费用中 还实际发放员工的工资 2500万元 应该是个大企业 另根据合同约定支付给劳务派遣公司的是800万 尤其自行发放给劳务派遣人员工资 那么我问你哪一个 或者说是否都能够作为三费的 计题的基数 长得什么 约定支付给劳务派遣公司的 尤其自行发放给劳务派遣公司 你看可不可以做 是这个可以做 还是两个都可以做 对吧 结合我们刚才讲的考考考点 他怎么说的 由劳务派遣公司发放吗 对吧 能不能做 当然不能 大家要看答案 成本费用中含职工福利费1000 教育经费2200 工会经费400 工会经费取得相关的收据 我们看要求 针对资料 假定不考虑 其他要求 代注册会计回答 支付给劳务派遣公司的费用 能否记录企业的工资薪金总额基数 并说明理由 我们再看 根据资料 假定不考虑其他条件 计算职工福利 教育三费应调整 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 具体看答案 你看 这里面就是你需要掌握的知识点 跟刚才我们讲理论的部分 两个相结合 且按照约定直接支付给劳务派遣员工的费用 怎么说的刚才来的这个这个题 由其由劳派遣公司自行发发 那当然是不包括应作为劳费支出 不得记录我们工资金总额的基数 换句话也不能够记录我们那个三费 那个提定的基数 所以说福利费 工会经费和教育经费 都是按照225000来计算 比例很简单 这个点稍微的注意一下 我们具体看三 利息费用 利息费用实际上我们在我们的会计的专题 一就是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或者说头领房地产 已经有相关的设计 所以这部分的内容 从学习起来相对也比较简单 那么如果是向金融企业的借款 怎么说呢 按实际发生 据实扣除 对吧 那么有一些是按照比例和不得扣除的 不得扣除的很简单 资本化的利息支出 资本化的利息支出 其实不能够叫不得扣除 应该叫做不得一次性扣除 为什么 因为是按照您具体已经资本化那个资产 它折袖或者摊销 按照它对应折袖或者摊销 分期您来扣除 对吧 我们看中间这个限额比例 限额比例是非金融企业向非金融企业的借款 比较常见的企业之间的一个拆借行为 对吧 他讲的是什么 按照什么 金融企业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水平 所以按照限额比例扣除 如果您超额那部分进行纳税 这个点在我们的会计专题一也进行过 给大家进行过专门的讲解 我们再看四 借款费用 实际上这个里面的很多点 在我们的专题一也给大家讲过 但是我想给大家讲一些有心意的点 你可能忽略的点 对吧 我们看具体它的条款怎么规定的 一 且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合理的 不需要资本化的借款费用 准与税前扣除 对吧 合理的不需要资本化的 我们看二 二这个地方跟会计有一个差异 而且我怕您不会 这个点我还专门给您出了个题 快税差异 就是快税结合的一个题 有差的点 这个点很多同学都忽略了 我们具体看相关的条款 怎么说的 且为购建 为购置建造固定资产 顿号 无形资产 和经过12个月以上建造 才能够达到预定可销售状态的存货 您听着怎么这么熟是吧 是不是跟我们的会计有点类似 预定是经过12个月以上建造 才能够达到预定可销售状态 但是这里面 它有一个落脚点是存货 而购置建造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可没有12个月 这个点跟会计规定是有所差异的 我们再往下看 我知道我这么一讲 可能会颠覆你以前在专业阶段学习的一些认知 我想到了没事 我给您配例提了 在有关资产购置建造期间发生的合理的借款费用 应当作为资本性支出 计入有关资产成本 并依照规定扣除 换句话说 这种情况之下是满足资本化条件的 把它作为资本性支出 计入有关资产的成本 按照什么来着还记得吗 计题折旧或者是摊销分期扣除 什么意思 我们结合这个例题 给你讲这个点的快税差异在哪里 假企业从银行专门借款 这讲的是专门啊 购入一套大型设备 每月利息10万 那一年就是120 2020年7月购入该设备开始安装 那么2020年7月购入设备 您专门借款是为购入一台大型设备 所提供的专门借款 银行给你的 但是您的设备是从7月1号购入 并且开始安装 当年用了6个月时间到31号 安装完毕 并且投入使用 这是给你一个提干的一个要求 也就是我有一个专门借款 为了购入大型设备 这个大型设备需要安装 安装期限是多少 是半年 对吧 这是给你提干 我们看要求 在购置该设备期间 也就是在这半年之中 发生的借款费用 会计上是否应该资本化 所得税是否可以在事件扣存 这点型的是一个快税集合的问题 好 我们具体看这个题的答案 假企业在构建该设备期间发生的借款费用 构建期间不超过一年 会计不能资本化 这条我觉得你应该没问题 因为不符合借款费用准则 相当长的时间 这一要求 因此会计上不满足资设备条件 我觉得你大多数人都可以 主要是税务中 可能有些同学 对这个比较细节的点 没有意识到 我们具体看 那么属于为构建建造固定资产 发生的借款 在购置建造期间 发生的合理的借款费用 应当资本化 记住该设备的成本 因此2020年不能够税前扣除 我知道我念完这段文字之后 可能跟你刚才 我念的那个12个月以上的构建 你有点混了 没事 我们再看一下理论中 我们这个文字怎么表述的 结为购置建造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这个地方可没有说12个月 他讲的是购置建造固定资产 和无形资产 对吧 他建造固定资产 他没有说12个月 一核经过 这是核 经过12个月以上 建造才能够达到 预定可销售状态的存货 典型的是给房开企业做准备的 那么在有关资产购置 建造期间发生的合理费用 应该作为资本性的支出 那么换句话说 你购置建造固定资产 是没有一个12个月的要求的 在企业所的税上 对吧 因此不能够 不能够什么 不能够一次性的 不能够一次性的 进入成本费用 在企业所的税前扣除 只能怎么样 只能给它资本化 对吧 具体我们看相关知识点的分析 会计上可直接归属于 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的构建 或者是生产的借款费用 应当予以资本化 而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 这是会计上 是指需要经过相当长时间 构建或者生产活动 才能够使用的资产 对于相当长时间 应当是指 为企业构建或生产 所必须的时间 通常为一年以上 包括一年 这讲的是什么 会计中构建或生产 对吧 相当长时间的定义 但税法中 你看有差异了 本案例中 没有超过一年 构建该固定资产 因此不能够在会计中 怎么样 资本化 要废用化 但税法中是反过来的 税法中你要把它资本化 不能废用化 对吧 我们具体看 税法中 对于企业为购置建造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和经过12个月以上 建造才能够达到 预定可销售状态的存货 发生的借款费用 在购置建造期间的 应当于以此的话 两个是不是正好相反 因此 企业所得税 只对存货的建造 提出了12个月以上的要求 我反复强调了 对于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 未提及 本案例中 没超过一年 怎么办 需要将对应的费用资本化 为什么 因为您构建的是什么 是固定资产 不是存货 所以说您怎么办 只能资本化 好 我们再看 业务抓的费 这一部分 我觉得是我最轻松的 你也可能会轻松一点 很简单 永久性差异 没问题吧 然后比例 按照二者赎低 那个原则 换句话说 您最少最少 您也得有40%的 业务抓的费 要进行调增 对吧 最少最少的 但更何况 两个还要进行赎低 而且这还是一个 永久性差异 这几个点 要注意一下 我们再看广宣费 广宣费扣除限额 是什么 销售营业收入的 多少 15% 有一些企业 有一些行业 可能有利益规定 比如达到了30% 什么行业 我在租规定的考试 对你不做要求 你只需要知道 有这么个数 而且这实际数 与限额数相比 缴小者 作为税前 可以抵扣的金额 那么调整数 当然是实际数 减去您税前 可以扣除的数字 当然广宣费 和我们刚才讲的 业务招待费 有一个差异 就是广宣费 超标这部分 可以无限期 向以后年度 截转 也自然会和我们 避延所得税 相关的质点 会形成结合 以前也考过 属于税法 与会计制度的 暂时性差异 而业务招待费 是什么 永远超标那部分 要做调增 永远不能向 以后年度 截转 属于永久的差异 既然是永久 也就谈不上 避延所得税的问题 那么我们再看 租赁费 这个费用 实际上 我在讲租赁 快税差异的时候 给大家讲过 租入固定资产分两种 一种是经营性 一种是融资性 我再强调一遍 这是税法中的规定 因为税法还没有改 对吧 会计改了 对吧 会计只要不是短足和低价值 要把它作为什么 作为省钱资产和租赁费债 对吧 换句话说 会计中目前更多的是考虑 都按照融资性的模式来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那么税法没有改 因此会形成快税差 属于经营性租赁的费用化 融资性的资本化 经营性的 您去看我们租赁准则专门 那个部分 专题11 给您放了一个题 快税差异的 融资性的 有快税差异 我现在在考虑 是不是在习题班给您放一个题 因为我在我的专题班的租赁中 明确讲了 融资性的快税差异 我对你今年考试不做要求 但是好像总有同学问 总担心 所以我最近我也在考虑是不是要给你放个题 但总而言之 融资性的 我目前依然坚持 不是作为你今年快税差异 考试重点 当然经营性的 今年是比较重要 你结合我那个题去看看 那么供应性捐资之初 这个地方很重要 应该是一个五星级考译 去年在AB两个卷子中 都出了考题 那么这个地方一直是这几年我们考试重点 换句话说 隔三差五的就要考供应性的捐资之初 今年我依然要求你做重点的掌握和地方 我们看一般供应性捐赠 这个地方去年在公布那个卷子 考的是一般 没公布那个卷子 考的是扶贫 我们先看一般供应性捐赠的规定 那么在计算的比例12% 我觉得没有什么可以给你解释的 按照年度利润总额 对吧 那么现在有一个就是超标的供应性捐赠 截转以后三年在计算应纳税 所得额是扣除 什么意思 待会会给你结合立体跟您说 你就记住了 您超标的 比如说您是一本期的利润是100是吧 12%对吧 那么那等于是限额是12万 您本期发上15万 是不是有3万超标 3万可以向以后年度进行截转 多少年以内 三年给我记好了 去年就这考了 在扣除时应先扣除 应先扣除以前年度截转的捐赠支出 再扣除当年的捐赠支出 随便举个小例子 如果说您这两年的捐赠 都是多少 都是税前利润是100 对吧 那您按照12的比例 是不是每年您的扣除限额都是12 都是12对吧 如果您第一年发生的捐赠是15 等于是不是有3 可以向未来三年进行截转 等到了第二年您还是100 但是您的捐赠发生了10 先用您第一年的3 再加上第二年您10里面的9 这您不就把限额12给占了吗 在第二年 然后您不还有一超标吗 再在未来的三年 截转 对吧 截转到未来三年进行扣除 以此类推 待会有一个案例跟你说 这就是刚才理论中讲的 在扣除时 先扣除以前年度 截转的捐赠费用 刚才讲了 上一年那个3 你先给它拉进来 然后再扣除当年的那个9 当年不又有一个1 不是在限额里面只有12吗 还有一个1不是没用了吗 怎么办 对吧 继续在未来的三年截转扣除 这是公益性的 那么后面的有一个扶贫的 扶贫您是百分之百的扣除 是据实扣除 这是扶贫的 我们具体看规定 且通过公益性社会总支 或者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及其组成部分和直属机构 用于目标脱贫地区扶贫捐赠支出 您不用问我什么是目标扶贫地区 总局文件里面专门有 所以您就从考试角度 您就记住了 扶贫捐赠符合条件 他考试一定会这么高的 准以在计算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时 据实扣除 没有那个12的限额了 待会也是结合立体 跟您说 非公益性捐赠支出 这是什么 直不得扣除 含纳税人直接向受赠人的捐赠 这叫做什么 非公益性的 并且包括直接向受赠人捐赠 前两天我们15中就碰到这种事了 他是直接捐赠的 这叫什么 不得 这是什么 据实 这是什么 卡那个12的比例 超过那部分怎么办 这是从理论分析 在讲习题之前 再给大家过几个 相对我认为有一定可考性的一些点 给大家再做理论中的一些梳理 我们先看第一个提示 且同时发生扶贫和其他公益性捐赠 扶贫的您是据实 其他公益性捐赠的 您是卡那个12的限额 符合条件的扶贫支出 不计算在公益性捐赠支出的年度扣除限额内 扶贫您是据实 就不卡那个12的限额 他讲的是这个意思 我们再看二 对单位或个体工商户将自产 这是去年教材新增加美 自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 通过公益性社会组织 限及以上人民政府 或者是其组成部门的直属机构 或者是直接无偿捐赠给目标扶贫地区的单位和个人 免征增税 他讲的是无偿捐赠给目标扶贫地区的单位和个人 考试一定会考你 直接无偿捐赠给目标扶贫地区的相关单位 一定会这么考你 怎么说呢 免征增值税 刚才这块是怎么说的 据实 这个讲的是什么 起税 起税是据实扣除 这讲的是什么 这讲的是 对单位或个体工商户将自产 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 通过公益性组织 限级限级以上人民政府 及其组成部分的直属机构 或者直接 这里面有一个放宽条款 直接无偿捐赠给目标扶贫地区的单位 免征增值税 这是免 因此就会提出来另外的一个事 由于扶贫捐赠满足条件是免 所以对于扶贫捐赠货物需要将 如果您是之前是购买的 需要将您购买的那个进项做转出 为什么 因为你免税 对吧 你免税是不交 没有消项 对吧 您所对应的进项也不能够在 怎么着呢 来着 进项也不能够抵扣 所以说您作为 如果是购入的货物 直接捐赠给目标扶贫地区的相关单位 或者个人的情况之下 您所对应的进项税不能够抵扣 需要做什么 做转出可不是视同销售 因为是什么 因为是免征增税 注意企业所得税 这块的无偿捐赠和 我们刚才讲的这块增值税 这是企业所得税 两个的区别 都是比较优惠的 增值税是什么 免 对吧 无偿捐赠 企业所得税是什么 据实扣除 同时注意增值的免 对应的进项也不能够扣除 做转出 这是给大家梳理的两个提示点 讲完了理论部分之后 好 接着我们还是通过几个习题 对相关的知识点 再给大家进行相应的梳理 我再次强调 这个地方相关的知识点 是个五星级考点 总考 我们看具体这个提干怎么说的 某企业2017年符合规定的捐赠支出 超过年度利润总额12%的部分为3万元 相当于是2017年 我们先把这个提干 实际上是把它做为一个上一年 上一年呢 我有一个超过年度利润总额12%的一个捐赠 是3万 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2017年 我的税前利润是多少 是100 那么我的12%的限额是12万 对吧 我当年可能发上15万 当年可以抵12 那么我可以截转到下一年 还有一个3 对吧 我们看 第一种情况 这是上 刚才讲的17年是上一年 18年是本年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 如2018年当年度 利润总额为100万 当年符合规定的捐赠支出是8万 相当于是第二年 18年我的限额是多少 还是12万 但是我当年只发生了8万元 对吧 那么18年的捐赠支出12万元 那么是不是这8万元再加上上年度的3万元 我都可以抵 实际上还没有用了 对吧 还有一万元的余额您还没用 但是没用 因为您按照据实一块走的 您就发生了多少 三合八 所以您本期就是一个三加八 对吧 而且没有超过这个12万这个限额 这是第一种情况 相对比较简单 我们再看第二种 如果第二年 18年还是利润总额是100万 符合捐赠支出是13万 对吧 那么怎么办 2018年捐赠支出扣除是12万 那么17年超过3万元吧 对吧 和18年支出9万元可以扣 对吧 等于是先按照什么上一年的3万先扣 然后本年的再加一个9 这样你想是不是对纳税人有利啊 因为我本年支出的还有一个4万 准以在以后还有三年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是扣除 相当于是什么国家让你这个三年对吧 先往前走这样的话你可以充分利用这个三年 国家是要是什么鼓励你进行这种捐赠 对吧 公益性捐赠 那么也就是在2021年度之前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扣除 这是给你举的第一个例题 我们再看第二个例题 天行公司2020年通过公益性社会组织捐赠100万 用于一般社会公益事业 对吧 那么50万用于目标扶贫企业捐赠 两个裹在一起了 既有一般的 也有什么 也有扶贫的 对吧 天行公司2020年税前利润为多少 为负50万 刚才是亏了50万 天行公司认为这两项支出 在本期以及以后年度均不能在税前扣除 它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是负50乘以12% 等于我没有 对吧 等于我没有下额 我下额是0 对吧 那么换句话说 他就认为这两个本期都不能扣除 都要进行纳税调增 是不是这样 我们看 假定不考虑其他条件 判断天行公司的企业损处理 是否存在不当 如存在不当 其初处理解 我们看 存在不当 那么有一个50万扶贫的 您当年该怎么扣 您怎么扣 因为它是什么 据实扣除 还记得 那么通过公益性组织捐赠 那个100万 是一般的 对吧 他要考虑那个限额 那么本年没限额 您是零了 对吧 那么怎么办 准以向以后年度截转 但最长年限自捐赠发生年度的次年期 计算不能超过三年 这是走我们刚才讲的一般性捐赠的相关文件 我们再看一道2013年的实考题 B公司20-2年向某幼儿园直接捐赠200万 这是直接 那么B公司在申报20-2年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 将其做了全额税前扣除 问你是否不当 既然是直接 当然是什么 不属于公益性 不能够在税前扣除 永久性的 对吧 直接做纳税调增 我们再看三 税前不得扣除项目 那么向投资者支付的股息 红利等权益性 投资收益 对吧 这里面要记住 跟永续债有一些情况 您可能可以税前扣除 比如说 满足一定条件之下 我们把它做为什么 把它做为一项债务公司情况之下 结合我们在金融工具那一张税法相关的支持 给大家做梳理 那么看二 企业所得税款 税收支纳金 罚款罚息 要特别注意 罚款罚息不包括经营性和预期归还银行贷款 而支付的利息 只是考虑什么衙门口政府机关的 对吧 给你的罚款 罚息 您需要做什么纳税调增 而且永久性的 一定记住了 经常考哪一些经营性的 怎么样 可以在税前扣除 无论专业和综合 这种考点 其实说白了 都是白给您分的 五 超标的捐赠支出 刚才讲过 对吧 那么我们看 赞助支出 是指与企业发生生产经营活动无关的非广告性支出 七 未经核准的准备金 很简单 你们单位记题的坏账 对吧 或者是一些非流动资产的减值 八 企业之间支付的管理费 企业与营业机构之间支付的租金和特许员使用费 以及非银行企业内营业机构之间的支付的利息不得扣除 很简单 好 我们接下来看四 亏损弥补 这个点其实也是一个非常老的点 也比较简单 我们具体看一下 我给你稍微说说就完了 对企业发现以前年度实际发生 按照税收规定 应在企业所得税 税前扣除 而未扣除或者少扣除的支出 企业在做出专项申报 以及说明之后 准以追捕至该项目发生年度计算扣除 你找税有结计进行重新申报吧 但追捕确认期限不得超过五年 您最多往前给我追五年 重新申报 且由于上述原因多角的企业所得税款 可以在追捕确认年度企业所得税款中扣除 做抵扣 不足抵扣的 可以向以后年度递延扣抵扣或者是申请退税 您多交那部分 您既可以递延也可以申请 很简单 我们看二 企业卯一纳税年度发生的亏损 可以用下一年度的所得补亏 大家在专业集在学税法 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些条款 对吧 您本期的 应该所得额这个亏的这数 如果您下期有盈利了 应该所得额是正的 可以补 对吧 补亏 下一年度所得不足以 弥补的 可以逐年延续弥补 一般情况下最多不超过五年 这里面咱们跟国际上是有差异的 国际上很多国家是可以什么 是可以永久性的 而没有像咱们国家封的比较死 就一个五年的规定 也有些国家时间比较长 比如十年或者十年以上的 有些国家是永久的 那么再看三 自2018年1月1日起 当年具备高薪或者是科技型中小企业 其具备资格年度之前 前五个年度发生的尚未弥补完的亏损 准以截转以后年度弥补 但最长截转年限有五年 延长了十年 听着有点绕 什么五年什么十年 就给你举个例子 待会我们有例题 就是您前五年的 有所谓的为拟补完的亏损 可以在未来的十年进行拟补 而不是前十年在未来五年 是前面的五年的 有一些亏损 可以在未来的十年进行拟补 我知道我这么说 你还是听着有点累 好 我们还是通过一个例题 对相应支点 再给你进行相关的梳理 刚才落了八缩的念这么一堆 我知道您还是有一些障碍和尚 没不知道头脑 干脆直接上题 可能你理解起来会更容易一些 我们具体看这个题是怎么说的 A于2021年2月取得高薪技术企业证书 证书上著名的有效期所属年度为2020年10月至2023年10月3年 项目组了解到A公司2014年所得税可弥补亏损金额为2000万 15年到19年可弥补亏损总计为4000万 也说如果我以2020年作为一个基准 我前面的6年 其中第6年我的可弥补亏损是多少 2000万 第5到2020年是多少 是4000万 等于加在一起 可弥补亏损金额是6000万 2020年的应纳税所得额也说由负转正了5000万 A公司认为高薪技术企业证书上著名的时间是2020年10月 书中经常会有这种情况或者是非常普遍 证书上著名的时间是上年的年底前后 而我真正拿到证书呢是我本年的年初 对吧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怎么考虑一个事 因此 A公司认为2020年当年既可享受企业所得税的优惠税率 并且以前年度可弥补亏损 最长截转年限为10年 是截转是10年吗 还是前5年的到未来的10年 弥补 还是说前面10年的都可以节省到以后年度 是怎么规定的 我们待会看 因此 A公司认为他2020年无需缴纳起所得税 为什么 你看啊 如果是5000万 他认为我前10年的都可以弥补 那么前面6年的就已经是 肯定不会的就已经是6000万了 对吧 您现在本期才盈利了5000万 当然他认为是无需缴纳 问你A公司的企业所得税的处理是否存在不当 然后提出恰当处理一些 我们具体看 存在不当 先给他答案去 为什么我们看 18年1月1日起 当年具备高新技术企业资格的 其具备资格年度之前5年发生的尚未弥补完的亏损 准以截转以后年度继续弥补 但最长不能超过10年 是前5年的往后把10年进行弥补 而不是截转前10年那个可弥补亏损 不是这样 那么高新技术企业 应该按照其取得的证书上著名的所属年度 确定其具备资格那个年度 虽然您是今年21年的2月取得证书 对吧 但是证书上标明的日子是2020年 因此您2020年就具备资格 所以说无论15年到19年是否具备资格 您15年到19年尚未弥补的亏损 对吧 虽然您2020年正说的那个日子 但是您15年19年您照样可以弥补 对吧 即使您15年到19年不是高新 你也可以弥补 那么弥补期最长截转期限为10年 前5年的往后10年 因此14年的亏损不能延长弥补期限 当于什么 您作为企业受损失了 不能在2020年弥补 因此2020年的应纳税所得的额为多少 为一千万 一千万是怎么来的 五千减去四千 不能减掉这个两千 给我记好了